猫山王榴莲是马俄西亚国宝籍水果 它肉厚、和小 锅肉似凝汁 肉色金黄似奶油 香味醇厚、浓烈 入口后浓郁的甜味中 泛着一点微微的苦 这鲜苦厚甜 百转千毁的味道层次 挑逗着每一个人舌尖上的味蕾 榴莲已被看作是农业的黄金 大马每年出口大约2万公吨的榴莲 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等 如果您想在这庞大的市场上奔一杯羹 那请加入我们新芝园 新芝园是一家集猫山王榴莲园 生态旅游、混农营业 食产生品等等的专业种植公司 我们从1978年起 就从事了农业土地发展的行业 在当时我们已经非常注重 有系统性、能再循环的开发模式 目的是减量在开发土地的同时 避免破坏天然的生态环境 转眼过去了40年 我们在种植业这个领域上 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专业经验 这也让我们在接下来发展新资源的道路上 拥有了无可比喻的优势 40多年来 我们从未遇到过这么优秀的种植地 这里山明水秀 土壤肥沃 高度适宜 是一个绝佳的猫山湾榴莲种植地 此地段位于 化妄森的罗金高原 距离金马伦高原 仅区区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化妄森也名为 郭莫丧 而它 就是猫山湾榴莲的原产地 这里的新鲜空气和凉爽气候 也能成为另一个绝佳的旅游圣地 所以我们下定决心 将这一万英模的宝地 打造成最大的猫山王林人员 和生态旅游圣地 我们深信 新资源将成为一个百年基业 一个勤奏赫望参与的最佳平台 同时 热爱大自然的我们 对于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健康 生活有着无限的感恩 秉持着对大自然保护的理念 新资源坚持采用有机的种植方式 并把有机肥料作为主要的养料成分 我们也从来不用除草剂 坚持只用人工除草 绝不会为了节省经费而走绝境 我们也不惜从谣言的山林之中 采集纯净的山贤水来作为灌溉的作用 新资源是一个非常有能潜入的地方 大部分的员工都已经跟随我们打拼 超过15年的事业 同甘共苦 如如家人一样 同样的 我们也会用一生的努力 来确保新资源汇源的回报 从2016年开始 我们已经种植了6万颗猫山王榴莲树 以及各种各样的营作物 种植地超过了2000英亿 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远远不够 如此健康又美味的猫山王榴莲 应该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们立志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把猫山王榴莲推广给全世界的民众 我们会一直保持着有规划性的发展 让我们的会员得到更可靠更安全的收益 这也符合了我们一贯混杂混搭的作风 我们赋予那些对于猫山王情有度装 又志同道贺的朋友 加入我们新资源 一起建立一项全国人都感到骄傲的百年基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